台北市跟新北市市民對蔬菜價格太高漲 大家苦不開眼 所以說今年年初開始 在過年時間我們特別趕到台南關田 來拜一下神農大帝 祈禱風調雨順 蔬菜水果能夠步於回乏 源源不斷的供應 那麼台北市的地區的老百姓可以享受到 價格合理 而且非常健康的蔬菜水果 農民朋友可以收入穩定 我們特別祈禱台灣第一座神通大帝 在台南關田鄉 特別來這裡祈求神通大帝保庇 這是國民黨最後一次 也是最好的一次改革機會 五個人出來選黨主席 最少五位 如果放掉這次機會 國民黨再也沒有機會 事實上你只要去外面問 一般小老百姓很多不喜歡國民黨 一般國民黨的黨員 也不太敢告訴別人是國民黨 如果繼續走這種墮落的道路 搞派系啊搞密室協商啊 拉人頭啊 拋頭爐灑熱血 換為拉人頭灑大錢 這國民黨是沒救的啊 我們一定要說實話 開大門走大陸 做實事 講實話做實事 最後一次是最好一次改革機會 所以所有的參選人 要自己警惕 自己告訴自己 不要再做這些事情 趕快停止 不管是直接做 還是間接做 絕對要停止 一切光明磊落 好好的打一場乾乾淨淨的黨主席的選舉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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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上 notice 也 無